伯居罗是我们昨天所谈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所谈的是谁呢 最后一位 昨天因为我们有补充到的一个是谁 就是这个伯居罗 他是帮助生病的比丘 所以他能够如此的 仪容很庄严 那他又喜欢什么 学会真正的放生不杀众生 所以你看他活到一百六十几岁 而且他有九十一截 都不受这些恨事 那今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十六位了 男主角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谁 就是我们的阿妙罗陀了 这位就是我们俗称的阿纳利了 就是阿纳利准则了 他如此的特别 这么个特别法呢 他就是过去生 也就是非常爱布施 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布施的人 昨天这个所谓的婆居罗呢 在这个帮助生病比丘的布施 那还有玄真正的做到 布杀伸 所以九十一截呢 都不会有恨事 但是阿纳利呢 是一个真正呢 一个姻缘玄布施 刚好布施的姻缘 刚好遇到一个什么 皮奴就是辟之佛 所以他呢 真正的九十一截都在富贵之家 甚至都是我们所谓的皇帝之家了 所以后来他就是这一世 你看到的在大罗汉这一世 就是佛陀的堂弟 也就是堂堂 世尊的阿约 就是福万皇的儿子了 所以他们 世家祖出了一个真正的觉知觉醒者 后来他也就出家了 那他出家的时候呢 并不是很用功的 毕竟是王子 那每次呢 听课呢 就打课睡 就一直打课睡 那我们了解到打课睡呢 在这个我们的白晶生活管理科学呢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我们的大脑的感觉统合 我们的大脑感觉统合有问题啊 有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专注 你看一下宝宝的这个地方 他从他的眼睛跟鼻子这个地方啊 还有从人中上去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都是属于基底合神经 基底合神经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基底合神经呢 也就是在我们 在这个 从娃娃的这个人中上去 那我们今日也了解到呢 在生活管理科学 我们如何将这个阿纳律呢 你看他是天眼通哦 他后来是不是因为呢 佛陀跟他讲 你在睡呢 你就是呢 罗 狮子 蛤蟆 一睡呢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佛陀也呵斥了 他就觉得呢 他 他尊敬的 尊敬的这个世尊呢 既然这么用力的呵斥他 从此他就发愈用功了 所以他都不睡觉哦 七天七夜都不睡了 眼睛就坏掉了 后来佛陀让他修的就是金光眼明 这个三昧 后来他就修了天眼通就这里 所以我们了解到呢 一个呢 勇猛精进的人 后来他就成就阿罗汉 所以才会叫做大阿罗汉 阿拿利 所以我们了解到呢 我们的大脑皮脂 大脑皮脂 假设大脑皮脂呢 够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了解 你要自己按 好不好 这都要训练的 这就是说感觉统合好的话呢 就可以去处理的 那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今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白晋 白晋生活管理科学啊 我们从整个神经水溢细胞啊 进入到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 伯居罗的苏曼波 那我们从过去的这个杰碧纳的天文 到伯居罗的了解到我们 如何从生命的能量解 那因为呢 一个天眼通的人呢 他会看到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的 比如说他这边有一个非常低的 就是属于这个 我们透过金刚精里面有恐惧害怕 这以下的都是比较属于在三恶道了 对 那天眼通你可以看到 从七百度 一千度 六百度 五百五十度 五百四十度 那我们这边有所谓的文质般若啊 所以我们假设眼睛看得到的时候 他这个是文质是从左脑 从一个开悟的能量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安享的极乐 或者是幽默自在 或者临近喜悦 或者是呢 爱与崇敬 或者是理性 理性 理性与 理性与这个 期望 期望 还有呢 谅解 再来就是我们的宽容跟原谅 再来就是希望跟乐观 忠信 这些都是还在人的 人的中央 慢慢的呢 我们透过神通的话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慢慢的你看 愤怒 愤怨 哎呦 越低了 骄傲 其实你看骄傲的人 其实他就是 里面没有真正的东西 才会骄傲 你真的有东西的人 他不会一直往下了 你看 是不是 当然低频率的 所以很多东西 有时候你的频率是很低的 所以是 到底是鬼来的 还是动物来的 我们自己都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看到自己越来越贪 越来越傲慢 你看 你看这边就是 骄傲跟轻蔑 总是瞧不起 还有呢 会愤怨仇恨 这个可爱 一直很渴望 又一种欲望 又一种恐惧 又很焦虑 甚至呢 又忧伤 又有这些所谓的傲恼之悔 甚至冷漠 再来绝望 再来呢 罪恶 再来谴责 再来呢 更低的羞愧 耻辱 下面还有哦 这个在代表什么 代表佛经里面的当中 都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呢 作用感作用力的轮回 所以这些都是从这个 阿那利里面的天眼地通 天眼通 他从天眼通 他可以看到多细你知道吗 看到呢 整个我们刚说的这个20度 还有负的 负的20度 还有负的底下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续菌病毒 甚至看到的 这些他都看得到哦 因为阿那利 他是属于佛给他的这种 重定据的神通 但是呢 佛呢 在那么多的神通 他跟目见脸的神通不一样的 目见脸的神通是不一样的 阿那利是因为后来之后 因为眼瞎之后呢 所修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眼睛金光三昧 不一样 所以我们了解到呢 所有的人的轮回 佛经呢 其实他都是讲作用反作用力而已 真正的呢 会提到轮回的是因为呢 一些神通过去你所修到 你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扬升我们的生命的能量的话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从 从 从那个 自身 给我看一下 对 我们要从自身来啊 从自身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 呃 频率 那现在我们透过量子力学呢 也慢慢了解到我们的微中子 很多的灵魂当中的微中子 透过电子跟直子当中 物质就是一个能量嘛 所以物理学家呢 我们也了解到的 从这个所谓的这个 呃 欧拉一线 白晋法 我们的五合金里面当中啊 从这个 赛口赛里面当中 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这个 爱因斯坦的 职能方程式说明 啊 这边等于一等mc平方 那相对就是说 透过阿拿利呢 也就是阿尿罗陀 啊 他就是 呃 将这个眼睛打开之后 才知道说 哇 原来宇宙真的 实法界的能量是存在的 那这些微中子呢 科学家也已经证明了 表示我们现在 爱因斯坦所说的 这个相对论 我们有围观跟宏观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固体 都是由旋转的粒子 所组成的 当然我们有 所谓的上垮克 下垮克 还有自旋垮克 可是这些所代表的 就是霍金刚刚我们说读的 这个霍金博士告诉我们的 霍金博士给我们了解的 所以他了解的是 看到我们自身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能量 那他在哪里呢 在宇宙间 所以我们这个宇宙的 本质里面当中呢 一切都是能量的转变 那我们会透过 所谓的自旋当中 还有所谓的电磁力 中力当中 万有引力 还有弱像作用力 还有弱像 弱像作用力 还有我们一般 所谓的什么 最重要的 常看到的电磁力 因为这些 在我们的人体大脑 皮脂里面 它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 存在的 它存在的 就是在我们的自身里面 才能看到 那我们今日也了解到呢 过去呢 很多不了解到 整个大脑皮脂 你看这个 一颗一颗的啊 我们假设 用在人类的脑皮脂的当中呢 你所要的呢 就是一定要透过一颗 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感恩 所以阿那利呢 他本来是因为生气 后来他觉得 他对不起 对不起佛陀呢 这么用心 所以后来他就发愤土 想精进 所以他才能够 开展他的心的 但是他这个是因为 那时候佛陀在旁边哦 所以他是正定 进去的天眼通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 我们阿弥陀经的 第十六位的什么 大阿罗汉 大阿罗汉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已经没有 佛在我们旁边 我们只有透过 金律 金律论 所以金律论里面的当中 你一定要有 三丈十二步的 这个大能量 那所有的能量呢 我们的身体 就像气米一样 那个气米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 你要先懂这个 金律论的 这些能长所长 浩浩三丈当中的 阿乃业世 因为阿乃业世 如何去做一个轮回呢 我们这里就是要先 透露一点就是呢 更大的秘密 所有存在的一切 都有一定的意识 水平和能量 水平 大多数呢 人之所以无法接触 经典 就是我们无法接触 这些三丈十二步经典呢 那是因为 我们所谓的水平的能量 比如说我们的 十法界里面当中 你的频率呢 假设是负的 甚至有时候不到十 这些呢 他们在空间里面 他们可以凝聚能量 可是这些能量 都没有办法 用镇定据进来 所以他们的能量水平 跟经典的能量 根本没有办法相应 也就是无法跟经典 真的保持共振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去读经典 所以我们假设 明白佛 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能够学习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你看他其实 他里面都没有 所谓的三二道 而且都是无师的 那只是因为 名字的不同 就像你们现在的名字 跟你在学校的名字 还是说你有个人的 偏好的名字 或者是笔名 或者是作家 我名字那么多 其实都是一个代名词而已 形容词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到 我们的能量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举例 比如说一个能量 三百百人 一百百人 相当于我们大概有 所谓的九千个能量低 低于两百的人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 一个能挤在四百的人 能长所长 我们用阿兰业师的能量来说的话 他大概至少有 各十百千万十万四十万的能量 低于两百的人 所以一个能量级的500的人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霍金博士 用这个方式 但是佛陀里面有告诉我们 都是从我们的在静坐当中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阿法波 假设用现在科学来说的 有阿法波 你要进入到 跟Data波不一样 那你假设在阿法波的话 几乎都是我们的胰岛数 就是怀疑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假设进入到500的人 相当于750 相当于个十百千万十万 750万的 所以他的能量级 第200的人 那一个呢 进入到所谓600的人 相当于十 大概是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的 这1000万的 这能量第200的人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金刚经在告诉我们的 所有的 以26分说的 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是人形 写道 不能见如来 代表呢 因为你在修得再高 就像呢 碧里兰佛一样啊 你修得再高 但是你没有从你的心性脾气毛病改变 所以他当初呢 就在最深层的时候 看到所谓的这个什么 在那个湖中有那个 在跳跃的那个 那个一种鲤鱼 所以他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 无名的这个慢性出来了 所以你看他后来就走了 他的寿命咒的时候 够了他就跑到那个海中去了 所以你看我们人在不同的这个 这个时间点 人在不同的这个 我们身体的震动频率会不一样 也就是跟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呢 都跟你一样 我们想的事情 做的事情就一样 我们就能够达到容易共振 所以地藏经里面说的啊 只要你跟着都是比较贪嗔痴的 还是说世俗的 所以你的能量贫瘠呢 其实都是在作用反作用力 都是跟那个一样 都还是在受那个轮回的苦哦 所以我们今日呢 看到阿纳利给我们很大的感受 就是说他很幸福 刚好是因为没事 他都是布施的人 就那次他刚好布施 一个叫做辟知佛 辟知佛啦 或者佛或者是菩萨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他平常就是因为 有习惯喜欢去帮人布施 所以他九十一节呢 都能够这么富贵 而且都是在富贵之家 富贵哦 所以富贵就是说 又能够修行 又不会骄傲哦 所以他后来能够训练到天眼通 所以我们今日呢 也了解到呢 佛的镇定句 这也是从我们今天在念阿弥陀经当中 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么不可思议 因为观世音菩萨有十大院 弥勒佛十大院 大院地藏王菩萨的第一步空 世不成佛 要世佛的十二大院 你看 在在处处的告诉我们 有没有 这个国无二道院 这个是无量寿经 还有呢 不渡二区院 对不对 深吸金色院 我们感恩台大校长 你看 他重复做了这么多的 所谓科学实验就是 答案都是一样的 几乎都是金黄色的光体 要不然就深吸金色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日呢 也希望这个无量寿经来印证 印证阿弥陀 你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真正的镇定句 所以呢 神通难抵业力 也只有真正的大愿力 我们同声开口 为无量光无量寿 创造生命的奇迹 让我们所有的人类呢 真正的明白 这一事呢 当然 让我们体验经验 不能再糊涂了 我们同声开口 为此生命的奇迹因恩典 大爱无国度 无眼大视 同体大悲 无量光无量寿 回到每个人的精英 同声开口 叩中 背后的万幸万灵 及十方法界众生 开悟成就证骗 无上正等正觉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能够遇到善知识 会善知识 集散知识与疑处 将真理正法 传遍整个虚空 将床极光的国度 降临在人间 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 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 细胞染色体 DNA RNA 基因 原子 原子核 直子 电子 中子 微中子 微子 量子 光子 超光子 乃至于心性之光 等所有结构 转换成无量光 无量寿 感恩 再感恩 无限的感恩 地子 是 众愿 是念 愿粉身碎骨 再所不息 法身遍满虚空 承担于一切 喜悦神旧大众 阿弥陀 komma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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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刚刚我们了解到48大院里面的身系精神 第四院就是三十二项院 第五院生无差别院 第六院就是你会有宿命通 你有天眼通 天眼通 这种天眼通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第八天耳通 第九他心通 第十神足通 第十一骗共诸佛 再来第十二的定成正觉 第十三院就是光明无量院 第十四院是触光安乐院 第十五院就是寿命无量 你看哦 灵性不会死的 再来我们所谓的身文无数 就是说几乎都是大阿罗汉的 再来呢 诸佛称探 就是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 都赞叹有这个西方极乐佛 已经成就了 还有十念必定往生 这是我们在台东有名佛事 必定直接采入的 所以你每天早上念十遍 工作忙就先用十遍 对不对 当然你现在了解到呢 我们是来体验经验的 你要赶快回来了 赶快定位神针 很有限哦 再来呢 文明八心院 第二十一院就是临终接引 我们临终的时候 你要来去自如 大家也知道我们这边呢 这个存起呢 你看身体软绵绵的回去了嘛 还有那个道想也是坐着嘛 但是身体苦难哦 不容易哦 真的是不容易 那是刚好都有缘哦 再来呢 悔过得生怨 第二十一院 二十二院是国无女人怨 二十三院就是怨泥转蓝怨 二十四是莲花花生怨 二十五是天人女敬怨 二十六是文明得福怨 二十七就是修书圣恨怨 二十八是国无不善怨 二十四 住正定居怨 三十就是什么 乐如漏敬怨 三十一呢 不贪寄生怨 对你就不会透过 因为我们的身心是在 宇宙无边无际的来去自如 第三十二是纳罗颜生怨 三十三是光明会变怨 就是你了解到宇宙的真理 都是无量光无量寿 你有智慧 很容易去跟宇宙大能量平衡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弱象作用力重力 还有电磁力 弱象作用力强和力 还有你看一下我们的善 炭法药院 三十五是一生补处 就是我们最后这一次 一定呢 只要将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补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就在告诉我们灵性不生不灭 世间是幻象的固执 我们的想法要放下 看破放下 所以我们就能够呢 学习每个当下教化随喜 随意的时候 我们跟大宗结更好的法卷 所以你自己才不会孤独的回去 因为要做对的事情 才不会再继续同样轮回 那三十七愿就是呢 佛陀是我们吃住就是这样子 真正的是你不要恐惧不要害怕 人活着不是为赚钱 钱是去布施来的 你看我们的杂账经七种布施 你就知道他都可以转为能量的 第十三八 三十八愿是应念受根 对我们配的 配的你们可以用的 只要你们一生清净 平安喜乐 真正无私的 透过一个应验 你就可以帮助众生 唤醒他们不能够糊涂 再来三十九愿就是庄园五禁愿 四十九愿无量摄树愿 四十一是树献佛察愿 四十二愿是确照十方 四十三是宝箱普心愿 四十四是普等三昧愿 四十五是定中共佛愿 四十六是霍陀罗理愿 四十七是文明德人愿 四十八是现正无退愿 所以我们感恩今日 我们的阿尿佛男主角呢 就让大众呢进一步了解到呢 可以看到更加维系的这些 整个真正的天鹅通神通 这一些的天眼 所以我们就是生命的能量 是非常高大才有的 好我们今日呢 谈到此刻 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呢 感恩十方法界众生白敬佳人 都能够蒙佛临终接引了 好接下来我们将主播转给王绿